甘肃郑宁县榆子镇幼儿园校车严重超载6倍 发生重大车祸 造成至少21人遇难 其中包括19名幼儿 这一惨祸引发民众痛心悲愤 网友们纷纷谴责中共政府 每年公款吃喝 旅游 公车消费近万亿 投入教育的经费却严重不足 尤其在贫困地区 致使黑校车事故频频发生 11月16日早上 于林子小博士幼儿园接送学生的小面包车 与一辆大翻斗运煤货车迎面相撞 出示校车仅限在9人 为了空出空间来 限定的9个座位被私自拆卸下来 变成无座 当天实际承载了64人 死者包括19名幼儿 一名老师和司机 其余43名幼儿轻重伤 事故发生在下沟专场门前 专场十多名工人当即救人 专场的工人向本台记者描述了当时的惨状 我们是全家救援着的 这些孩子都是我们全床人当车 就是牵扯就当 牵扬马上去了 最大的五六岁 最小的可能是三十岁 附近有的有些叫他爷爷的 有些叫他奶奶的 有些叫爸爸的 有些叫妈妈 那个现场的确实是惨了很 留下懵了 一个孩子是特别严重的 就是脑袋上的皮全部给戒掉了 大部分流血嘛 背里流血 皮肤流血 耳朵流血 身上的血 美国中学教师黄老师表示 私自改装校车 在美国是不可能发生的 因为美国对法律 规定人一定要守法 所以如果你规定只能带九本 他不可能让这么多小孩子上去 美国如果发生这种事情的话 学区会被告得很严重 然后家长一定会非常严重的告他 就是说事情会弄得很大 在美国因为有人权吧 所以也不可能让这个事情发生 2006年 在美国印第安纳首府 一辆素以彪汉著称的汉马 撞上了停在路边的无人校车 结果汉马半个车体粉碎 校车安然无恙 网贴质问 中国的校车汉颜吗 因为美国这个法律要求 他们校车各方面 一定是会有定期检查 什么的 在美国这边 是对小孩子的安全是很重视 什么事情都是有严格规定的 你要申请校车执照 比方说像美国的那个 接送小孩的那个巴士啊 他如果停在路边闪红灯的话 所有附近的车子 听过车子都要停下来 因为怕说小孩 只过马路的时候被撞到 在中国农村 步行上学太远 不少儿童不是因为交通不便 或费用过高而辍学 就是别无选择搭乘黑校车 教育部的数据显示 各类中小学校园安全事故中 有七成发生在农村 中国每年有2万多名中小学生 因交通事故伤残死亡 去年7月1号 中国首部强制性国家标准 专用小学生校车安全技术条件 正式实施 但是许多贫困地区学校经费不足 买不起校车 甘肃黑校车惨祸 引发网民悲愤于问责政府 有些网友说 能拥有一万亿美国国债 三千亿的公车消费 买不起校车 请问教育部和交通部 是如何考虑孩子的安全问题 难道中国的法律就是玩的 原中国民营杂志记者刘一鸣 针对甘肃黑校车指出 中共一党专制是有法不一 教育腐败的根源 不仅仅是事故的 它更是一种人祸 人为的因素造成 对该问候的肯定是政府的 中共当年 他们是不舍花钱做正经事 但是在自己身上 花钱是非常的慷慨 中国是现在是一种国富民成的 今年中共政府财政收入将突破10万亿 但是当局提出教育经费 占GDP4%的目标已有18年 却一直没能实现 贫困地区的简陋教育设施和失学儿童 仅靠有限的民间资助 天涯观察痛弃中共把中华民族变成不断伤害自己孩子的民族 每日经济新闻的评论质问 还要多少孩子的生命才能换来校车安全 新唐人记者周玉琳、李元翰、肖炎采访报道